要翼川哥 那你看啊 剛剛Grace講的可能是費率的問題 我覺得合約也蠻大的問題的 二十五年長約 每年保底四億元 臺志光等於是 講難聽一點啦 臺北市政府在喊的 你也把一間公司這樣養的肥肥的 合約也是一個問題 費率也是一個問題 這不用從頭追嗎 這一個因為這個合約是2011年 現在應該算十三年前 東西也許當時的這個 對資訊的理解並沒有像現在這樣 那可能當時簽約的時候 覺得這個合約已經簽得很好了 所以當時好農賓 我們從這個合約來看 因為這個合約陸陸續續 都被拿出來討論了 第一個好農賓去簽了二十五年 這二十五年的過程當中 柯文哲涵了其中的八年 這第一個 第二個這個合約可不可以改 我們先看合約的內容 合約內容其實很快的 把所有在名字叫做 臺北市什麼的全部都涵蓋進去 包括臺北市的所有的學校 所有的局處 這裡頭很奇怪的一點是 他特別強調警察局的監視器 量體大 他為什麼不特別寫 交通局的行控中心 幹嘛特別寫警察局 特別寫警察局 而且還講監視器 他有講臺北捷運公司 台北捷運公司量也很大 那他為什麼 臺北捷運公司寫出來之後 他特別要寫警察局 你不用寫 第一句話 第一句話所屬的機關 就包括警察局 那為什麼要寫呢 特別寫 特別寫 這個就很有詭異了 接下來呢 接下來這一個權力金的部分 他說如果一年做超過15億 才會領到權力金 到現在沒有一年超過15億 所以就不用權力金 因為我們保底不是4億嗎 對 那現在沒有一年 從郝龍斌開始到柯文哲 沒有一年超過15億 你把他頂得那麼高 當然拿不到錢 權力金都不用 所以權力金現在沒有領過 沒有領過 第三個 台北市政府要幫忙幹嘛 在這案子裡 台北市政府要幫忙排除 這一家台智光 叫台通光 他們在台北市任何的阻礙 譬如說跟公務局 申請要掛染線 譬如說用到人家的電 或者是用到人家 遇到人家的水管 或者各式交通維持計畫 各式各樣 台北市政府要幫忙排除 排除 而且覆掛的權力金不用收 怎麼那麼好 這套天生意 就是說我們現在台電 要掛一條染線 掛一個自來水 要掛一個染線 在我們那個排水溝裡頭 或者是地市台 我們家裡的第四台 要掛那個訊號的線 掛通通算錢 這個案子完全免費 這第四個 第五個比較特別 第五個是說這一個借錢 借錢 因為這是一個合約 這個合約簽了之後 這個廠商可以拿這個合約 去跟銀行借錢 借不下來怎麼辦 台北市任務要幫忙 台北市任務怎麼幫忙 台北市有台北富邦銀行 還要幫忙借錢 還要幫忙借錢 所以這一個合約 好 那這個合約 好了我就講說 好 因為當年 柯林黑林對資訊 這些東西沒什麼了解 這個我可以理解 我可以理解 但是合約可不可以改 可以啊 當然可以改 柯文哲上任不是有五大必案嗎 五大必案在講鬆約的時候 有沒有改權利金 有啊 有 有改權利金 對不對 有 所以可以改啊 柯文哲你八年 你覺得這一個簽了一個什麼不平等條約 什麼藍綠一起弄啊什麼的 那你改合約啊 那他只有第一年叫過 他後面也沒有給人家改合約 他每年都可以改 他每年都可以改 可是柯文哲沒有改 柯文哲當時講五大必案 我沒有 現在那個大巨蛋裡面 所有跟樓地板面積 跟商業營運的面積的數字 台北市政府柯文哲 有沒有跟遠雄討論過 有嘛 有沒有改過 有嘛 所以合約都可以改 柯文哲這八年都沒有改 這第一個 第二個 這個簽了約以後 剛剛講那個費率 就是說這一個 一個月要多多少錢 這個費率嘛 現在的爭議就是那天減薯培拿出來說 你做給人 你做一半的人是一千幾塊 叫你做市政府 做給警察教訓兩千幾塊 你現在跟我回說 因為那是3M 所以整個怎麼樣 你回這個 你回這個 那你最後那個兩千多也是你簽的 你可以不要簽 你可以不要簽 當然現在傳出來說 如果不簽 就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殯葬處 那個大巨蛋 說為什麼要不簽 怎麼辦怎麼辦 所以才會有這個陳崇文 居中斡旋 說還是簽 那你市長呢 你有權決定啊 沒有錯 而且我跟你講這個費率 是每年要送神 對 這個費率不是好農兵訂了以後 不是民國一百年好農兵訂了以後 接下來二十五年都那個費率 台智光每年是要拿新的預算 去問看台北市府說 這會不會過關 對 就台北市政府核定了一個費率以後 各局處各單位 就照這個費率 各別 各別跟 這個台智光前緣 就是說他訂了一個共同的費率 開口契約 一開出來之後 各個局處不用再去跟台通光討論了 就我現在訂兩千二 交通局要用也是兩千二 公務局要用也是兩千二 那最源頭就是這個兩千二 這兩千二 柯文哲 你也沒殺價 你也沒殺價 怪怪的 你現在出來講這個 而且你沒殺價 當時柯文走這八年 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民眾黨有兩個議員 林國城 黃珊珊 林國城 黃珊珊 你們兩個都沒說話 都沒說話 現在換蔣萬安對不對 蔣萬安的費率 蔣萬安有沒有 有沒有決定過費率 也有 怎麼會沒有決定過費率 蔣萬安去年是指定 這個市長要核定費率 所以蔣萬安現在說 不是那是柯文就核定 蔣萬安你有核定費率 你核定了費率的時候 民眾黨 林國城 他就叫林真宜 陳宥 學姐黃靖穎 張志豪 這四個人 一句話也沒講 還沒說話 你想總小平 他可能不知道 因為總小平沒關心這個 所以這件事 他可能不知道 他也沒說 因為很多案子 當一個市議員 不可能各局處 什麼事他都知道 除非有人來跟他關心 有跟他拜託 可是你們這四個人 你們老闆柯文哲 柯文哲以前就沒過了 那不是藍綠一集 你們柯文哲罵過 黃靖穎是台北市政府的 副發言人 你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們老闆罵過 所以你去年一整年 質詢你都不問 很怪 很怪 所以從好龍斌簽這個約 這個數字 這些問題 到了柯文哲可不可以改 柯文哲可以改 柯文哲沒有改 柯文哲訂的費率 當然這個蔣萬 現在執行一年 那我們現在就看 接下來的每一年 蔣萬的費率 要訂多少 我們要繼續追 蔣萬接下來 訂費率訂多少 而這個費率訂的時候 所有的台北市議員 不管藍綠白 你們有沒有舉手 說太高了 有沒有舉手 如果沒有舉手 你們每個人 還是會被盯上 好 所以這個台智光的案子 小平哥可能知道 可能不知道 但臨時會劉慧 小平哥一定會知道 上禮拜來情報的時候 小平哥說不會 劉慧太難看了 一定不會劉慧 結果呢 小平哥 要不要剩下 sorry呢 我先講知道的 就是 因為BOD政府零出資 好龍斌時代 簽了25年 那保障他一年4億 那25年 就至少讓你 100億生意可以做 他鋪光簽 每年這樣鋪 到現在花了50億 那前幾年 大概至少七八年以前 高藝人就退股了 退台通 簽約是台通光 不是台智光 台智光等於是母公司 好 那再拉回來這個 這個 這個為什麼臨時會 我當初我判斷 那檢蘇培 他是總召馬民進 問我 我說應該會吧 幾天節目 我說 這樣不是很難看嗎 如果 如果技術性留會 結果 好 那現在你們就 有興趣在追溯 到底是不是講完 拜託黃黎解讀 這個我不曉得 那我只能講 我知道的事情 在節目要誠實以告 那因為 他們有開一個會 就王欣宜跟黃呂 主持一個會 那我們有 若干質詢小組 你說在前一天嗎 前一天 對 前一天 那我們不是好 有很多組的 兩個一組 六個 就是幾個議員 同黨的 就是一個質詢小組 那是關係很密切 那都有 那每個質詢小組的頭 叫做副書記長 由副書記長去開會 你回頭去通知 你們的 像這一次就是 這次徐鴻廷 他們旗下 不是有陳兵符 有缺民詐什麼 那黨團有講說 那有沒有 那個這個 有沒有去轉告等等 我覺得都有轉告 第一個 那我這組比較特殊 你知道我這組 是黨公通知的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副書記長 是陳從位 所以沒辦法通知到我 你幹嘛副書記 陳從位 大家 我們前兩天 兩三天 我們大家保守秘密 餐天前我就知道 陳從我們不是有出來過 他沒打電話 你說不要去嗎 沒有 他出來怎麼會打電話給我 他不會打電話給我 他那 因為三天 所以他那一天 那一張電話打電話 打電話也測住 沒有打電話給 我跟你講啦 小平哥 我們是不是禮拜五嘛 禮拜五開 開零食會對不對 就是潛數別 他們簽了二十個人 那前三天左右 其實我們都知道 有各基本上 有各這個副書記長 去通知該組的組員 若干人 然後就就 就是不要 就是不要簽到啦 簡單講 那是不是 講完拜託 我講我真的 那是誰決定的 那個當然 基本上還是書記長跟 至少書記長跟 這個市主委決定的嘛 下這個決策嘛 那他的理由是說 我們也是支持零食會 可是不支持零食 這樣子開 有很多人出國 回不來等等 這是黃呂他們的理由啦 這第二 那我看大家都在那個 車子都停在樓下 然後有人站在外面 那也有若干人出國 趕不回來 那幾個人 然後進去的話 就成會了 你知道我們 我們車停在樓下 你知道 多尷尬 還上不去 想要做人家都不行 我講另外一件事 不是 是不是尷尬 我們車停在樓下 有多危險 去把妹什麼都會 偷拍到 因為真信社 就直接到 潛到我們B3 就把每一個的車牌 都拍到 多多超便 沒關係啦 每做壞事都不用擔心 做壞事比較怕 好 所以呢 再拉回來這個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 那反正 你還是沒有講重點 我把流程講完 那價值判斷 自己看官 自己去判斷 我講為什麼我們人到了 議會而不去簽到 的原因是在這裡 那有幾個 那黨團當然 有一些意見 有幾位 就覺得說 是不是可以進去開 是不是簽到 是被拍到那幾位嗎 基本上是 所以才會 真正會被讓大家拍 他們想簽到 所以選民要有交代 講簽到 他就認為不簽到不好 那可是 黨團的決議 雖然不是假動 假動是要罰錢 還要有黨期處分 沒有假動 我先講沒有假動 他們還是維持黨的團結 沒進去 你們只有假不動 假不動 假裝不動 假急不動 假急不能動 對啦 可是沒有 可是你去也不會處分 你可是大家 大家就是一個默契跟團結啦